接下来咱们继续啊 接下来咱们继续 刚刚的这个Navikit这个东西呢 首先同学们一定要确保这么一个流程 第一步 你得把这个东西拖到里面去 第二步 你打开终端 跳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当你能看得见这个文件 你挑LS能看得见的时候 你再去敲这个东西 听懂了吧 每次都有同学上来就敲这个 怎么可能成功呢 拖还没拖进去呢 好了 同学们打开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用了 切记 你刚刚再去 同学们啊 有记啊 看着 我右击这个绿颜色 这个东西 我右击这行 右击 它不有一个编辑吗 这个编辑里面 这是要关闭吗 我看看啊 你是不是要关闭 先关闭 我在右击点编辑 大家看 我编辑的时候 这个地方这个密码 不是你乌班图的密码 是MySQL数据库的密码 你听懂了吗 你填你乌班图的密码 打死他 他太不可能啊 MySQL 这个地方就填MySQL 给你填的密码 就是MySQL 没有给你塞6个1 就不错了 MySQL 来点账 确定就可以了 接下来双机 当它变成绿的 这就说明联机成功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建个数据库 我应该怎么建呢 接下来我交给大家 咱们用一下这个东西 右击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叫做新建 走得了吧 这个右击的 大家可以看看啊 右击新建 它一摊个框 让你建个数据库 你建个数据库 请问和什么类似啊 啊 是和我刚刚创建的这个叫做Excel文件 是不是类似啊 你叫什么名啊 叫的这个 就个例子啊 Python 是吧 下 杠 零四 这叫什么呢 我创建一个数据库 叫Python 杠零四 这么一个数据库 有名字 那么接下来呢 它这个地方有个字符集 因为全球啊 将来这个语言是不一样的 对吧 咱们说的是汉语啊 对吧 外国人有可能说英语 有可能说这个这个法语啊 说其他的德语的有很多 那么这个地方 咱们应该用哪一种编码呢 你选择它 去切枪 点一下这个三角 往下翻 翻到最下边的第二个 UTF吧 看清楚了吧 那么又说 不啥不选最后那个UTF8呢 最后那个UTF8呀 咱们一般不用 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最后那个有什么特点呢 最后那个 它里边包含以末之表情 这个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的确信了 点这个 点这个 好了 第一个 我再来一遍 第一个选最后的第二个 第一个框选最后第二个 第二个框里边选 这个第一个就行了 听懂了吗 切枪 这个地方选择它 这个地方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默认排序 这个呢 选择这个UTF8编码 就可以了 好了 选择它之后 点确定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时候立马多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叫Python 哪一个了 叫这个 Python 是不是-04 是不是就来了吗 那么这个数据库来了 我想操作操作这个数据库 请问是否意味着 我接下来要操作操作这个 Excel表啊 你说这个到底了吗 怎么办呢 双击 它又变绿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吧 你现在是这个链接了 服务器了 使用了这个数据库 请问是这个道理了吧 把这个加号点开 接下来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了 最核心的是这个表 我创建一个Excel表的时候 一个Excel文件的时候 请问是吗 我是不是先确定 确定每一张表到底 是不是干什么用的了吗 那么我接下来 我就想建一个这样的表 那么应该怎么建立呢 来咱们试一下啊 有机这个表的身上 有机表的身上 新建表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 它会有一个反应 这个地方呢 咱们接下来就可以新建一张表 来 它还弹了个框 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框里边 它新建个表 这啥玩意儿啊 请问 你建一个表之后 我新建个表 你是不是得考虑考虑 这个表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字段叫什么 这个字段叫什么 用来同意什么的 这个类型是同意什么的 请问是不是都得考虑了吧 因此啊 当你去点这个有机新建的时候呢 它谈这个地方 先问问 你这个表的名字啊 这个地方不是填了表的名字 是填了什么呢 字段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ID 来咱们读一下啊 我要来个这个 我要来这个Hero这个 是不是第一列就ID啊 OK 写上ID 那什么类型啊 你敲个推包键了 它就都能过去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默认是不是 它选择的是印度类型啊 那除了印度 还有哪些类型 咱们一会就讲 咱们现在呢 这个就选印度 好吧 数字的就选印度 那么长度有多少呢 默认让它长一些了 它是否有效这点 没有 那么是否为NUM N-U-L-L 为NUM 就表示是否可以为空 不允许为空 点上 是吧 不允许为空 那么大家注意看啊 我这个地方的是啥也没有 你只要一单击这个框 单击这个空 看啊 我一单击 走 多了个什么呢 多了个钥匙 多了个钥匙 意味着这个字段 就成为组件了 组件 点一个小钥匙 这就是组件 说明它知道组件是什么作用吗 唯一标记 这个 唯一标记每一个记录 是吧 唯一标记每一个行的记录 那么在下面呢 对于这个字段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明 在下面 你可以看看 什么默认值是多少啊 注射 是否有对这个字段的注射 那么是否自动增长 无符号 那么我就把这个自动增长给它勾上 然后呢 无符号给它勾上 其他呢 填充零 我不填了 默认就选这个 那么当你这些东西都选完之后呢 把这个放的大点啊 嗯 这个界面还是有点卡啊 当我选了这个东西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我刚刚是不是新建了只有一个字段 我要是点这个意味着啥 你猜猜吧 你猜吧 这就保存了 我点这个就是另一位 就是有可能把这个表层的其他地方 大家看这个啥一个 添加字段 插入字段 删除字段 你估计能猜得出来了吧 添加是往后边添 听懂了吧 那么你插入是不是往哪个地方前面插呀 那么点添加 在后面再加一个 你字段的顺序 决定了将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听懂了吧 那么因此呢 我这个地方来第二个叫什么了 叫做name 那么什么类型 大家因为发现 我Table键一Table过去 立马他给我选了Warchar呀 V12 V12 那么这个Warchar 他有多少呢 他选了个255 那么我这个地方可以写成多少呢 比方说写成个20 一会儿我给你解释 这个20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么 我这个地方这个name呢 给我吃了 20 然后接下来没有是否为空呢 是否可以允许为空呢 不允许为空 OK点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两个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不是相当于功夫的ID啊 我再来一个啊 点击添加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写上 功夫 小号线ID 然后英特雷型 OK 后面都不选了 那么这个呢 我不点go 请问意味着什么 可以为空 好了 都写完了 一共就三列 点保存 这个时候问问你 一个表明叫什么 这个时候他才问你 你这个表明叫什么 听懂了吧 叫什么呢 Heroes 来 咱们写上一个Heroes Heroes 来 321点几点 走 大家可以看 刚刚的 刚刚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前面变成了加号啊 点加号 Heroes就有了 你双击 双击这个Heroes 大家也没发现 这是啥玩意儿 我双击的这个Heroes 请问此事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 我此事新建立的这个表了吧 同学 我此事新建立的表了 它里边没有数据啊 怎么办啊 建一个吧 ID可以不用写 name可以写上 name是必须写的 写什么呢 比方说写个老王 然后呢 你的功夫的ID呢 比方说是111 我会那个111对应的技能 好了 接下来点这个勾号 点这个对号 点一下啊 321走 当你这个地方 这个对号点完之后 它是这种点不动的对号 说明你这个数据 真正的添加到里面去了 我想再添加一行 请问同学 我点哪个按钮 再添加一行 新的记录呢 加号 对 没错 比方说 比方说老李啊 老李啊 他多少呢 他会222的这个技能 好了 我能不能再添加一个呢 再来一个 来什么 再来一个啊 我这个地方呢 变成哈哈哈哈 来 接下来 不要太长 不要太长啊 我先写个简单的 叫哈哈 后面呢叫 等等等 写这个 好了 我一点对号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行记录 是不是立马被插入了吧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 我ID没有写 它怎么着 自动增长 就是因为咱们刚刚把那个 自动增长的勾 勾上了 它还是自动增长的 那么也就是说 言为之意 自动增长的自战 可以不用写 他呢会自动添加一个字 这么说理解了吧 但是呢 咱们刚刚出去看啊 这个地方 看我现在是不是有两个地方 可以点了 这个还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什么了 是不是你刚刚对这个表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 有这个小标签 这个是不是将来 你操作这个表里面 数据的时候有个标签 你再回到这个标签 或者说你右击 你点编辑 它一定有个编辑 是吧 或者这样 你点一下 你点一下它 或者说你双击一下它 它就变成了它 然后呢 这个表怎么做 设计表 对 点一下设计表 它不叫编辑 它叫设计 点一下这个设计 他们这个框是不是打开了 我那回写了个二十 我估计大家是不是就语 问这个二十意味着啥 是吧 这个二十 这个沃叉的类型 表示设计不算的一下 那么这个二十 意味着最多有二十个 看照片 我点一个添加 添加 我这个地方书 变成英文的 请问是不是已经读故城了吧 我后面再写上一个普通的字 读故城 来 好了 接下来 我点这个对号 Date 出浪 Vocalium Name 就是对这一列 这个字段 Name 太长了 不好意思 囤不了 这么说 理解我意思了吧 你囤不进去 囤不进去 那么 当你在刷新下的时候 他就问你 这个表已经修改 你确定刷新而不应用吗 你点这个 他就回到原始的样子了 他为什么 他没有刚刚那个样子呢 因为我失败 你懂我意思了吧 我失败 所以说插不进去 这就是同学们 数据库有个特点 当你去插数据的时候 实在是插不进去 你类型不符合他的要求 长度不符合他的要求 你插不进去 而且原来的数据 他会保证不出问题 听懂了吧 他可以有一个相当于历史的备份 如果此时的数据有问题 他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数据表 添加有了 请问这个减号啥意思 光标在哪一行 点这个减号 在哪一行 你确定吗 yes 确定 然后我想修改 把老理改成大老理 双击这个字段 然后呢 改成大老理就可以了 大 不错 真的生效了吗 点什么 够 接下来还真的生效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他让你点够的一个目的是 你要是反悔了 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 只是点够的一个目的 点够的目的 好了 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是 链接 创建数据库 创建数据表 然后接下来说 在这里说套多了吧 有一点 如果你数据库 如果你的数据库 编辑数据库 你的数据库在去创建的时候 选择的编码是UTF8 那么将来 你创建的任何的表 在没有指定编码的时候 默认采用数据库的编码 这么说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一个原则 你把数据库设成UTF8 将来你这个数据库里边 所有的数据表 全部都是UTF8 那么将来 你在这里写中文 不会出问题 就是这个道理 写个中文的事 我现在有中文书法 哈哈 确定 大家看 是没什么问题了吧 如果你选择编码不对 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 你写的中文 有可能就乱了 所以说用UTF8 保证没套 刚刚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是不是通过这个东西 来掏多少通吧 好了 NEVKIT DOTF就结束了 你过一会儿的时候 用一下就结束了 咱们以后 不会再用这个东西了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更简单 我想修改修改 小来小去的可以修改 但是同学们 你要明白 图形界面 还是我那句话 是不是大家 是不是都会啊 对比较露 都会啊 你要学的是什么 我说过很多遍了 物以细为贵 不会的 还会 是吧 郁金香很多年之前的时候 很贵很贵 因为少呀 皇族 是吧 那个 那个青师们 他们可以买得起 基本上 普通人买不了 最终呢 郁金香就相当贵了 物以细为你切记 同学们 图形界面 你是你不会点 还是谁不会点 你学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事 你刚刚点了这个地方 你给了个值 你点了个对号 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你懂了吧 他用的色口语句 来做的这件事情 这还是需要咱们研究的 解 色口语句 是需要咱们大约研究的 点框谁不会点 但是还要出现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 我这个数据表里边 有一千万条数据 我想修改第9999条的时候 你怎么干 滚滚滚 你先滚的第几 第几 点点点点点 我先滚的第几 我竟然找找找找找 找到那个 我家里是不是得给啊 多么麻烦 对吧 所以说呢 接下来咱们要去用 色口语句来去操作 色口语句来去操作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刚刚呢 就简单说了一下 Navikit的一个简单使用 大体了解怎么用 那就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